三场比赛,干随乔爷一生的努力,每周跑量高达300公里,且一天都不休息,他就是来自肯尼亚的天才少年基普图姆,可他的人生太苦了。 1999年12月2日,基普图姆出生于肯尼亚著名的中长跑之乡二格约马拉奎特京业地区,当地人主要是京业部落,这个部落的人口约5万,职业跑者就有3000人之多, 从这里走出的名将不计其数,在当地,他们都有一样的共识,跑步可以挣钱,想要获得财富就要拼命奔跑。 基普图姆的想法也是如此,因为他的家庭很贫穷,主要以放母为生,从小他就帮着家里去放母, 在路上他经常能看到一些跑步团队训练,出于小孩子天生的好奇心,他会经常和小伙伴一起跟跑在运动员屁股后面, 但让吉普图姆对于跑步的热爱废出来自他的马拉松运动员堂兄, 堂兄曾多次为埃塞俄比亚长跑传奇海勒盖布雷希拉西耶做兔子, 他也想和堂兄一样通过跑步改变自己的人生,但他的父亲并不支持他, 因为跑步所需的运动装备,营养品都需要不小的支出, 家里完全没有钱为他走体育这条道路,而在这通过跑步改变人生的地方, 如果你步入一定的年纪,或者是因为伤痛无法继续比赛, 你将退下来成为运动员的按摩师,或者干脆变成训练营员区的一名保安, 再或者另寻其他生存之道,比起这未知的未来, 他的父亲更希望吉普图姆去上大学,获得一个电工文凭,过稳定的生活。 这也是吉普图姆起初最难的地方,没运动装备,没教练, 家里人也不支持,好在生活的枷锁没有让他放弃。 而他选择跑马拉松的原因,他采访说道, 我没有钱去参加场地赛训练,住的地方离田径场也很远, 因此我从一开始就和路跑选手们一起训练,这就是我跑马拉松的原因。 所以他只能边帮家里放牧的时候, 在跟在训练的运动员的屁股后面穿梭在东非森林的小路里, 到了2018年,18岁的吉普图姆在阿尔多雷特首次参加半马比赛, 并以一小时02分01秒获得第一名, 而他比赛的鞋子是借来的,比赛完还要还回去。 这一年,他也和现在的教练哈吉兹玛娜有了一些接触, 虽然哈吉兹玛娜在吉普图姆13岁放牧的时候就认识了, 哈吉兹玛娜回忆说道, 当时吉普图姆特别调皮,在放牧的时候会经常来踩我的脚后跟, 但此时的吉普图姆没钱,也只接受了一般性的指导, 其余时间只能靠着自己训练, 或者和以前一样跟在训练的运动员屁股后面跟跑。 到了2019年,他先后参加了五场比赛, 最好的一场是在法国蒙贝利亚尔的比赛中获得第一, 并在当年排名世界第32名, 但在长跑国度肯尼亚该成绩并不算很奇艳, 他的父亲依旧不支持他, 到了2020年也是他最难的一年受疫情影响, 马拉松比赛并不多, 他参加了三场半场马拉松比赛, 最好成绩为亚军, 而在瓦伦西亚半马比赛中, 他以58分42秒获得第6名, 但他的家里人对他很失望, 吉普图姆回忆说道, 这段时间对我来说非常艰难, 因为训练了很久, 但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就, 家人对我很失望, 但我没有放弃。 好在他的妻子很支持他, 吉普图姆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为了让家里能过上好的生活, 他除了没日没夜的训练, 就是多参加比赛来争夺比赛奖金, 他的伙伴告诉他, 日本的半马比赛奖金很高, 为了生计, 同年他参加了日本第74届 相川完规半程马拉松, 但可能是水土不服的原因, 他只跑出一小时零分57秒的成绩, 只获得第8名无缘奖励, 同年9月, 他参加了世界田连钻石联赛, 布鲁塞尔战男子一小时跑, 这场比赛, 法拉赫打破了世界纪录, 在比赛开始运动员介绍时, 根本没人会注意到他, 甚至连陪跑的都不是, 可你又怎么知道, 曾经的无名小辈来日不会名震天下, 同年12月6日举行的巴伦西亚半马比赛中, 吉普图姆跑出了58分42秒, 获得第6名, 他也跑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可伤病总是在他刚有起色, 想一盏洪湖之质时出现, 2022年2月, 吉普图姆在哈伊马脚扮成马拉松比赛中, 不慎腹骨勾拉伤, 只能无奈退赛, 在他受伤, 可以看出他的训练强度太大了, 但他没有教练, 他只知道要想出成绩, 就只能拼命地跑, 回国后, 他还要接受父亲的指责, 他的父亲说道, 儿子, 醒醒吧, 每天起早贪黑, 很忙的样子, 也挣不了几个钱, 他知道父亲这是为了他好, 只能默默承受所有指责, 同年9月25日, 吉普乔格在柏林马拉松 以两小时01分09秒 打破了世界纪录, 吉普图姆全程看了比赛, 这对他激励很大, 也给了他很大的灵感, 于是他选择在商欲付出后 挑战全马比赛, 曾经的放少年也即将震撼世界。 手马就轰出了两小时01分53秒, 创造了世界马拉松第四号的成绩, 也创造了马拉松首秀最快记录, 同时也是第三位全马跑进202的人, 前两位是吉普乔格和贝克勒, 此时人们都好奇谁是他的教练, 手马就跑出历史第四的成绩, 然而采访他说道, 我没有教练, 我是独自训练。 他的传奇还在继续, 时间来到2023年伦敦马拉松, 他再次刷新自己的个人自豪成绩, 以两小时01分25秒的成绩, 冲过终点, 离吉普乔格的世界纪录仅差16秒, 但此时的世界纪录, 对吉普图姆来说, 也仅仅是时间问题, 同年芝加哥马拉松, 吉普图姆后程大爆发, 并以两小时0分35秒, 打破了吉普乔格保持的世界纪录, 三场比赛, 就干发了吉普乔格半生的努力。 可当你了解他的超大训练量, 且长时间无休, 你就知道他的成功不是一具天赋就能得到的。 哈基斯玛娜在吉普图姆首马比赛后, 当了他的教练, 据他透露, 吉普图姆遵循四个月的全马备战周期, 初期包括大量的身体训练和力量强化, 吉普图姆在第一个月会跑900公里左右, 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加量, 周跑量最高可达280到300公里, 然后在最后一个月开始逐步减量, 如此进行, 全周无休, 如果吉普图姆不说累就一直不休息, 一个月过后, 如果吉普图姆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疲劳或伤痛, 就继续实行下一阶段的计划。 在伦敦马拉松独冠跑出当时世界第二块的成绩前, 吉普图姆有三周的跑量都超过了300公里, 这几乎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疯狂训练, 教练哈吉斯玛娜觉得他这样玩命的训练, 身体早晚会出问题, 所以他会通过强制停止他的训练来达到休息时间, 可教练怎么会知道, 在他未成名之前, 没教练的他只能这么拼命地跑, 可上天就是这么不公平, 他的命太苦了。 据世界田连消息, 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社吉普图姆11号因车祸去世, 年仅24岁。 我记得碰你的脸, 在双手之间, 安静地看你的眼睛。